词曲 李宗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开经纪 无上甚生为妙法 百天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让我们恭送 波日普罗密多心经的 心咒三遍 炸飞飘装 God 靓 开 开 雷 涪 GottheitPa closed示牙 Gody hey go to follow180 HalaSamgadeBoddhysvaha GadeGadeValaGadeHalaSamgadeBoddhysvaha HalaSamgadeBoddhysvaha 各位同学 我們在茶禅與EQ教學的這樣的一個題目下 我們已經講到了茶禅教學的六門轉進 這是要做實際功夫的 也就是茶禅在我們EQ教學的可操作性 那么关键就在这六门转进 那么前面三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今天要讲到第四个 就是转化疗愈门 转化是一个过程 疗愈是它的结果 转化这个过程包含三个要素 一是升官 二是和解 三是宽恕 我认为这三个要素其实就是 包含了大乘佛教三大菩萨的法门 升官是文殊菩萨的法门 以正念分明的基本功 来观照一切的事物 观照一切众生 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的升官法门 第二个是和解 我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法门 只有无限的慈悲心才有可能 对一些众生进行全面的和解 没有和解你永远就是有怨恨 仇恨敌对 然后不断的扭曲误解 然后生命中的矛盾就是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出现 然后不断的扩大 然后不断的自我伤害 而且伤害别人 第三个为什么说是这个地藏菩萨的法门 我认为地藏菩萨地狱不空事不成佛 这就是他有无限的宽恕 无限的包容 无限的接纳 无限的不计较 无限的不计旧仇 不计旧恨 我想请慧灵菩萨把下面这一段的话 再为大家温习一下 人往往因为挫败而心怀怨恨 怨恨是一种毒药 它让心灵无法释放出正常的能量 一个人只要心中有恨 情绪就不容易平衡 唯有透过正念分明的训练 才能够转化怨恨 这个时候你需要升官 你试着放大关照的范围 试着关照那个伤害你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 没有机会遇到良师益友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人 没有被好好的爱过 那个人就不可能那么使坏 人的行为除了个人的人格因素之外 还有社会因素 当社会结构出问题的时候 它会提供很多机会 让人去做坏事 升官 好好的升官 于是你的恨至少可以减半 至少你可以做到恨事不恨人 那么我认为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法门 文殊菩萨的法门不只是要去开启一种我们左脑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把左脑的智慧用到右脑这边来 让你的右脑可以得到更多的一种温柔的能量 那么接下来请关于和解这一段 接下来就是和解 和解的重点有时并不在于你是否与对方和解 吴宁说你跟自己的和解比什么都要紧 不和解表示你还卡在那里 从前在乡下出门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踩到牛粪 你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到处寻找控诉那个害你踩到牛粪的牧牛人 并且保留你脚上的牛粪 以便提出受害的证明 你也可以走到河边把脚洗干净 第一个选择是怨恨 第二个选择叫做和解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强调和解 不是去跟对方做一种言语上的一种讨论 那个有时候是越讨论越不清楚 而且是辛酬就恨一起来 所以我觉得和解就是放下 不需要理由和解是不需要理由的 和解是一份诚意 我愿意和解 为了彼此更好的未来 为了要彼此能够有更多的一种生命的正能量的开展 所以我愿意 愿意放下 所以这个当中我用这个 说你踩到牛粪跑到河边去把脚洗干净 它没有别的 如果需要找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把脚洗干净 那个都做的是勉强的 只有你愿意 你愿意放下 你愿意不计较 那么我觉得这个和解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是宽恕 再来就是宽恕 这比较难 但没有宽恕就没有百分之百的转化 宽恕的能量来自慈悲心 请不要寻找任何理由来宽恕对方 宽恕不用理由 因为所有你可以找得到的理由 都只能用来争强你的不宽恕 你之所以宽恕 只是因为你心中慈悲的能量 大过于怨恨的能量罢了 世界上受苦的人这么多 生命又是这么的无常迅速 你身上的力量被消耗在怨恨之中 实在不值得 不如用同样的力量来支持你的慈悲心 缺憾还给天地 缺憾还给因果 藏传佛教的罗帕仁普切 在一部名为终极疗愈 的书中 把慈悲心定义为终极疗愈的能量 这是非常有深度的诠释 我有很多机缘 亲近了这个罗帕仁普切 他那种慈悲心 我们以前在课堂上也跟同学们讲过 他可以在印度东北部的 卡丁蓬这个地方 在一个法会之后 半夜已经十二点一点了 冰天雪地 他在路边看到了一只蟑螂 然后他蹲下来 为那只蟑螂说法 说了两个小时 你也觉得蟑螂有自己的语言吗 仁普切会懂得这个蟑螂的语言吗 我认为他不是用蟑螂在说法 他是用他的慈悲心 不断地对这一个 已经在冰天雪地里面 还在雪地上面挣扎的这只蟑螂 传递他的慈悲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种宽恕 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所英国夜报的角度去看 我们跟任何众生的这个仗都数不完的 我们很喜欢那个人 也许他背后就是隐藏了多少累世累劫的 这个债务在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来讨债了 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因缘 如果我们用讨债的角度 这个债是数不尽的 以怨抱怨何时了 这是佛头讲的话 以怨抱怨何时了 所以为什么佛头主张要以得抱怨 以得抱怨 为什么 因为地藏菩萨 他为什么说所有地狱的众生 他都要去度 人为什么会到地狱 众生为什么会到地狱 就是他做了错误的事情 可是你愿意以地藏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到地狱里面去度 所有的众生 帮助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生命得到提升 得到转化 得到安详 是因为你有无边的宽恕的心 无边的宽恕的心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个下面这段我想请那个 菩萨菩萨来念 当代美国心理治疗师 Steve Levin 也在一部名为 《疗愈生死 – 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的书中 特别提到一个透过宽恕而治疗 末期癌症的实力 可见宽恕可以转化身心的缺憾与创伤 并且产生疗愈的效果 就在心灵状化的同时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 《 healing into life and death》这个书名取得太好了 我们知道藏传有一本书 那么罗伯萨菩萨写得很好的 叫做《Tibetan Book of Life and Death》 那他这里讲到说 如果他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 其实Steve Levin也是一型禅食的弟子 那么他说如果我们要讲《 healing》 你要讲疗愈的话 那么终极的疗愈来自什么 就是你要疗愈你生与死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人 他临终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怨恨的 有很多的生命中的缺憾 最后在那边挣扎 甚至走得非常的不甘心 走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个Steve Levin 因为他受到一型禅食的影响 因此他在这本书里面 那么他就觉得 他一个实际操作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美国年轻的女孩 那么他癌症已经到末期了 然后他就透过这个Steve Levin医生 他就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年轻的女孩 得了癌症末期的 透过不断的这个对话 让他说出他心里面到底有什么缺憾 有什么他痛恨的事情 最后慢慢的帮他爬梳 慢慢的帮他解开 然后在几次的这个对话之后呢 这女孩子的那个癌症就不要而喻了 因为真正最重要的药是发药 就是我们前面跟同学们讲的 这个华元经的普遍长者 讲到众生有种种种种的病 最后这个病什么 是要靠法要来医呀 法就是真理 法就是智慧 法就是身观 地观 慈悲 加在一起的 加了一种生命的正能量 所以他可以产生 就近的 终极疗愈的这个效果 请继续 就在心灵转化的同时 心灵的疗愈 也跟着发生了 转化的过程 其实也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佛教把贪生吃慢移 定义为五毒 这的确是十分传神的表达 疗愈就是排毒之后 心灵重新找到力量 因而得以恢复生命的活力 茶禅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为什么要强调升官 因为无量式的这个因缘 纠缠 讲不清楚的 所以你只有放下 你放下 你就给自己一条活路 就给自己生命一种新的能量 让新鲜的空气可以进来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说 这个要了解这一个 转化的过程 这个和解的过程 这个宽恕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排毒的过程 而这个毒是什么 就是五毒 就是贪 生 吃 慢 移 这五毒 请继续 茶禅 是最温和的转化方式之一 当代的医学 当代的医学已经发现 人的脑坡在不同的频率之下 可以出现不同的功能 一般脑坡频率如果是在 从14到28个赫尔子之间 或是从50到60个赫尔子之间 叫做别塔坡 如果是在7到14个赫尔子之间 叫做 叫做阿爾法波 阿爾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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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人在 這個不是A 那個是希臘文的阿爾法 阿爾法 這是人在極其放鬆之下 才有可能出現的老波 如果是在三右二分之一到七個赫爾子之間 叫做斜塔波 這是禪電中出現的老波 在這個重大的老波理論中 同時也發現阿爾法波 阿爾法波 阿爾法波出現的時候 那個是希臘文的阿爾法 希臘文的阿爾法波出現的時候 人的免疫機能最強的時候 人的免疫機能能最強 身體的治癒能力也最好 而當斜塔波 Theta Wave 出現的時候 人可以直接與潛意識對話 這個醫學發現有力的說明了殘與轉化與療癒的直接效果 這個地方我來補充說明一下 這一種腦波的頻率的差異的發現很重要 我們現在當我們用左腦的時候 尤其是大量的使用左腦在工作的時候 那麼我們這個時候這個波長 那麼是一個所謂的正常的波長叫Beta 那這個Beta波就是我們工作的腦波 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對話什麼 都是用這樣的一個腦波在工作 可是呢這個腦神經醫學的專家發現 我們的腦波如果慢下來的時候 從Beta波轉到什麼 Alpha 這個Alpha這個字是希臘文裡面的一個字母 那麼這個Alpha波是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的腦波的頻率 它是出現在什麼呢 出現在三又二分之 對不起 是在7到14個Hz Hz是一個腦波的頻率的單位 所以說是在那個7到14個Hz之間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腦波呢 就是人最放鬆的時候 非常放鬆的狀態 這個這樣的一種Alpha波的腦波呢 就是人的身體的療癒能量最強的時候 那如果你深修禪定 你真正深修禪定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怎麼樣呢 它出現的腦波是在3又二分之一到7個Hz之間 就是腦波很慢很慢 那你要小心喔 我們現在不是講到那個像那個 我們說植物人吧 那他的腦波已經功能很低很低了 不是那種 那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現在人他一個很正念分明 但是呢 他腦筋不忙著工作 他就能夠讓腦波的這個頻率 降到3又二分之一 那你要知道這裡要注意喔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 他既不是植物人那種不作用的狀態 也不是人頭腦不清醒 不是那種狀態 清醒但是徹底的放鬆 因此這也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因為這個這個時候這個腦波的這個狀態呢 他的一個專有的名詞叫Theta波 Theta 所以我把它翻譯作 因應呢叫做邪塔 邪塔波 就是那個腦波子已經叫很低了 這裡面給我們幾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 我們打坐喔 如果緊張 一定入不了這個定的這個 禪定的這個境界 你就是不能緊張 你要那天分明但是不緊張 要徹底的放鬆 如果你放鬆不了什麼都不要談 所以我們首先要知道說 禪修第一個就是要放鬆 所以我們前面不斷地在講禪波羅密的時候 我們講到入出禪的 最基本的功夫就是什麼 叫憲法樂柱 你把它打一下 憲法樂柱 憲法就是當下 當下的時空當中 時間空間裡面 樂助快樂地安住在這個當下的時空 容易生氣的人沒有殘可說 因為你容易生氣的人 你根本就當下不快樂嘛 你連當下 你都不願意快樂地安住在這個當下 那你談什麼呢 都不要談了 所以五讀當中呢 對我們的禪修障礙最大的就是 撐恨心 撐是生氣 恨是把生氣這個事情把它深化 所以變成它妥協的和解的寬容的空間幾乎是歸零了 這是最可惜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殘修 就是因為我們必須要進入這樣一個真正的 彻底放鬆的 憲法樂柱的這個狀態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發現人在斜塔坡的時候 你就可以念念分明的跟你的潜意識對話 其實我們大多數的人 尤其是聰明的人 他非常非常不容易跟自己的潜意識直接對話 我們表面上 我們說一個人他忙著很多事情 但是真正在影響我們的人格的一種 生命的一個呈現的 其實是我們的潜意識 我們很多潜意識 表面上這個人有什麼表情 有什麼情緒反應 真正在決定你的情緒反應的是你的潜意識 那個一點都講不了 一個稱恨性很重的人 他對很多這個逆境很多逆緣 他第一個反應出來一定是他那種 非常充滿了稱恨的一種眼神 那個時候你就會看到他的潜意識 所以我們要講修行 要講修養 講一個人的涵養 講一個人生命的一種情緒的一個真正的深度 就是你要有功夫 透過你的禪修 隨時觀察到你自己的潜意識在那裡怎麼活動 看到你潜意識怎麼樣在操作你的生命 好像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說傀儡 其實我們的身體其實就是那個傀儡一樣的 操作那個傀儡就是你的潜意識 如果這一方面我們不肯做真正的功夫 不肯下苦功夫去面對你的潜意識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用什麼名義 用什麼宗教或者用什麼教條去自我標榜 都是假的 因為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認為我們為什麼要講茶餐 因為茶就是要讓你放鬆 透過茶的色 香 味 各方面 讓你能夠放鬆 所以為什麼我們茶茶的 茶茶的六門轉進 第一個講就是儀鬼 就是你要學會 因為你要學會泡茶 你茶泡不好 那你就第二門就進不來 就趣味門也不要談了 所以要從儀鬼門 學會泡茶的基本功 然後進到趣味門 原來這麼多茶這麼好處 我後來發展出一套 你沒有講到幾個關鍵字 這個以後再談 總而言之 我們要曉得 我們的老婆 要有能力透過禪修 不管你是用這個觀呼吸衣 用行禪 或者我們現在講的茶禪的一些 很關鍵的一些要領 那麼 你能夠進去 貼塔坡 這個字很重要 T-H-E-T-A 這個都是希臘文 那麼你進去貼塔坡的時候 你就進入那個禪定的狀態 而進入禪定狀態 跟我們一般的放鬆 跟阿法坡的最大不同 是因為阿法坡只是放鬆 只是讓你的身體在完全放鬆的狀態下 可以達到自我療癒的最大能量 希臘的最大能量 只有進入貼塔坡 你才能從身體的自我療癒 進入心靈的自我療癒 而充分的完成了 我們講的 轉化 和解 寬恕 徹底的寬恕 你寬恕對方 其實就是在 幫助你自己 放下這些疙瘩 2001年12月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身心研究所 特別將35年來 第一個身心靈研究貢獻獎 致贈給越南的一型禪師 Venerable Thich Nhat Han 以表揚一型禪師提倡正念修持 Mountful Training 的卓越貢獻 哈佛身心研究所所長賀博鞭訊博士 致函一型禪師 表示 經過許多科學家的研究 證明一型禪師所提倡的正念修持 對於轉化壓力 以及保持身心平衡 的確有明顯的效果 哈佛大學 從醫學與實證觀點 肯定正念對於身心健康的重要 可見正念覺知的訓練 雖然佛教所提倡 但本質上無關乎宗教信仰 那麼這一點我想要補充三句話 第一個 正念是人的本能 與身俱來的本能 而且在六道的眾生裡面 就是只有人道的眾生 你的正念覺知的開展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強調人間佛教 因為三世諸佛過去現在未來 都是在人間成佛 因為在人間人類擁有最大的條件 最大的優勢 最大的方便 來開展你的正念覺知 而佛陀給人間給一切眾生 最大的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善用你的正念覺知 這是整個佛法的重點 這是第一個我想要強調的 第二個呢 2001年 那個Grace跟我呢 我們陪著一群禪師 到廣東的雲門市 打禪期 然後呢 當時透過這個E-mail 這個哈佛大學的這個身心靈研究所 這一封頒獎給一群禪師的這一封信 就是一群禪師在雲門市接到這封信 所以師父親自念給我聽這封信的內容 而且表達他無限的歡喜 為什麼 因為這是第三點要補充的 佛教的這種正念覺知 對我們身心靈的療癒的重要性 過去沒有在科學上 在學術上 被公開的肯定過 那哈佛大學作為世界的頂尖的大學之一 而且因為哈佛大學所謂University的一個大學 他的一個精神在哪裡 因為他所開展的 他提供了一種教育的這個內涵 是人類的完全的知識 就是全面的知識 Holistic Wisdom 那麼因此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這一封信的意義 不是說一行禪師我後來什麼講了 重點是他代表世界頂尖的大學之一 他對正念覺知訓練的肯定 以前沒有這樣講過 而且你看目前來講在大陸 你在上網去搜尋一下 多少以正念訓練做為課題的培訓員 一起一個禮拜 收費都是上萬塊人民幣 我們現在要強調的不是說 好像這種正念覺知的訓練 怎麼好像被一種商業化的操作 我覺得這樣他真正在傳遞這個正確的訊息 商業化也不是壞事 雖然我們不是要走商業化的路線 所以這一段東西 就是說這個一行禪師對這個講的重視 我覺得有他的道理 而且現在不管是像美國 像這個TIME雜誌啊什麼 還有很多的這個LIFE雜誌 都是有提供了同樣的一個觀點 同樣一個正向的一個肯定的態度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我認為在茶禪與義修教學這個主題下 正念覺知的訓練的重點在這裡 我們休息五分鐘再繼續 各位同學 我們前面講到這個轉化療癒門 是我們講茶禪一個非常核心的部分 特別是在這個法門裡面 我們就要用到把三大菩薩 把這個文殊菩薩 把觀世音菩薩 把地藏王菩薩都給請出來 要用他們的法門 那麼來豐富這個轉化療癒門的功能 我們接下來跟同學們要談 叫做安詳自在門 那請慧靈菩薩先來念一下 茶禪的境界不只是轉化與療癒而已 即日本的林木大佐 禪師在美國引領一帶風燒之後 夜南的一行禪師 目前在歐美也正帶動了正念禪的風潮 他在一部名為正念的奇蹟 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 的書中 有一段話簡要地描述了禪修者喝茶的風姿 這一段話是特別特別的有意思 在一行禪師的這個正念的奇蹟這本書 其中有一張叫A Day of mindfulness 正念分明的一天 那麼我把它簡稱為叫做禪醫止藥 就是說用一天的時間來進行禪修 它的藥靈 那麼我特別喜歡它下午這一段 因為它早上啊什麼的 它功課都排好了 但是下午這一部分我覺得特別的放鬆 跟我們茶禪有關的 In the afternoon 在下午 after you have walked in the garden or watched clouds or gathered flowers prepare a pot of tea to sit and drink in mindfulness 那麼就是說你到了下午的時候 你可能會在那個花園裡面 去除草啦 去灑水啦 或者說你除草灑水 澆花之外 你可以看看天空的雲斗 看到天上的雲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採一點花來供佛 prepare a pot of tea 然後準備一服茶 to sit and drink in mindfulness 那麼坐下來 念念分明的 喝茶 請記住喔 要坐下來不可以站著 而且喝茶說要什麼 要正念分明 in mindfulness Allow yourself a good length of time to do this 還有一點很重要 還有一點很重要 要給你自己一段充分寬裕的時間 來喝茶 或者說喝茶如果匆忙 那就沒有意思 那只是解渴 要能夠給自己很充裕的 充容的悠閒的一段時間 來坐下來喝茶 Don't drink your tea 請不要喝茶的時候 Like someone who whoops a cup of tea of coffee during a walk break 不要像有些人 他在辦公室在工作的這個空檔 那麼就拿一杯咖啡呢 一口就把它吞下去了 下面這句話特別重要 drink your tea 喝你的茶 slowly 慢慢的 充容的 and reverently 我覺得師傅這個字用得特別好 reverently 什麼叫 reverently 很有尊嚴的 你在喝茶的時候不是為了完成一個工作 你在喝茶不是要把一件事情了掉 而是很有尊嚴的 很從容的 很悠閒的 很享受的喝一杯茶 我覺得現代人最大的這個自我折磨跟墮落 就是把吃飯喝茶 把這樣的事情當作是一個工作 然後要趕快把它做完 你有這種趕快把它做完的念頭 你的心就自己就自然而然就會匆忙起來 這是不對的 吃飯喝茶是一種享受 所以你要給自己足夠的時間 而且我特別喜歡這個字 reverently 就是很有尊嚴的 就是很有尊嚴的 因為你要找到做自己的尊嚴 做自己的喜樂 做自己的那一份歡喜 底下的比喻特別好 底下的比喻特別好 做自己的尊嚴的尊嚴 整個地球 就是 著心不動 而 所有的事情都跟著這裡 自然的運轉 所以 喝茶這個事情 從喝茶來解渴 從喝茶當作是一種應酬的方式 到你把喝茶的事情 當下把它轉換成為一個茶禅的境界 一種禅者修行的境界 關鍵在哪裡 就是你坐在這裡喝茶的時候 你觀想你自己就是 整個地球運轉的著心 地球不管跑了多快 轉了多快 這個著心不動 著心一動 這個地球就毀了 就甩出去了 就跑開它的原來的平道了 軌道了 然後呢 這裡面還有幾個 副詞來形容 這樣的一個感覺 Slowly 充容的 徐緩的 evenly 這個字太好了 evenly 平衡的 然後 without rising toward the future 當這個地球在轉的時候 它一點都不需要匆忙 它不需要說我要趕下一分鐘 下一秒鐘 沒有 它就是這樣很平衡的 很充容的 很自在的 運轉 我們一個人 你的禪修公布到哪裡 這個就是一個最重要的 自我 檢驗 自我 微調的 簡單的原則 Live the actual moment 請你活在這個真實的當下 請你活在這個真實的當下 不要想到我要往前衝 我不要下一步什麼 完全沒有 當下自我放空 當下自我放鬆 只有這個真實的當下 才是你的生命 如果你沒有能力活在這個真實的當下 你就是 你的生命只是一個傀儡 只是一個工具 而且是你自我作件的 不需要 Don't be attached to the future 請不要執著未來 不要為了所謂的未來被牽著鼻子走 Don't worry about things you have to do 不要想到任何事情說 我還有什麼事情還沒做 我要去把那個事情做完了 不需要 Don't think about getting up or taking off to do anything 當你住在這裡喝啥的時候 兩件事情你必須要做得到 第一個 不要動一個念頭 我要站起來 連站起來的念頭都不要 而且怎麼樣呢 或者說 你必須要離開去做什麼事情 不要動一個站起來的念頭 也不要動一個我要離開去做事情的念頭 不要 百分之百的活在這個當下 百分之百的快樂的安住在這個當下 Don't think about departing 請不要動一個念頭 那個念頭叫做 離開 百分之百的活在這個當下 享受這個當下 沒有一個念頭說 如果我要離開 要站起來 或者要做什麼別的 下面請Grace來念一下 請用我的語氣來念 這一段話 這一段話 拆開來看 有幾個重點 第一 坐下來 一 念念念 一 念念分明的喝茶 第二 慢慢地 有尊嚴的喝 千万不要像一般的上班族 只能利用一点短暂的工作空档 把咖啡一口喝净 第三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喝茶 心中不要存有任何的匆忙之感 第四 请活在当下 因为唯有当下才是您真实的生命 第五 喝茶时其心不动 您可以想象您的心犹如地球的轴心 地球不断地自转 又不断地绕着太阳公转 速度有多快呀 但地球的轴心却始终是平衡而不动的 第六 喝茶的时候 不要想到过去 也不要想到未来 我们的心往往不是被过去所羁绊 就是被未来所牵引 第七 不要执着未来 请不要想到还有什么事情等着您去做 千万不要生起一个 我要站起来的念头 这七个重点加在一起 就是安详自在 茶禅的功夫成熟处 就是这个活在当下的本领 一行禅师有一首英文歌叫做 Happiness is here and now 歌词非常简单 这一首歌非常容易唱 希望大家有机会上网搜寻一下 我希望大家都会唱 这个歌词很简单 但是含义很深 我想请国内词来念一下中文的部分 鼻子把这首英文歌译成中文如下 快乐就在我眼前 一切烦恼抛下了 无路要赶 无事要忙 心中不再有匆忙 鼻子以为 还没有玩呢 快乐就在我眼前 一切烦恼抛下了 有路要赶 有事要忙 心中何必有匆忙 鼻子以为 在茶禅的进行中 唱一唱这首歌 更可以提醒自己 回归当下 安详自在 也许有人要质疑 难道茶禅者就不想过去 也不想未来吗 有两个相反的答案 就看您自己怎么领悟了 在喝茶的那个当下 想到过去的忧喜得失 想到未来的 唯一不定 这除了干扰你当下喝茶的心境 乃至于剥夺了您对于当下这一杯茶的品味 与觉知之外 请问还有什么别的正面价值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 禅者的功夫就是 坚住当下这一念心 不落过去 不落未来 安详在百分百 茶只是一个暂时的 见面 禅者对于茶 其实是 住而无住 无住而住 然而 禅者的心中 一定要切断过去与未来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 这个禅者 一定还只是在半路上 禅者是活在 完完全全的 觉知之中的 佛教用大圆静置 来描绘最高的物境 这就表示 在时间的三世流转中 您根本就不需要切割时间 所谓过去 现在 未来 这只是暂时的标签罢了 一般人太明信标签 把标签看得太真实了 因此被标签困住 禅者 禅者明白 时间的三世流转 只是相互假借为名 过去是现在的因缘 而未来则是现在的结果 因果不可分离 然而 过去又何成过去呢 未来又何必未来呢 三世其实就在当下这一念心 您已经完完整整地 呈现在那儿了 您当下这一念心 难道不是从过去 一念一念的相续中 延伸过来吗 那么您只要聚焦于当下这一念 您不是已经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过去一切念头的沉淀了吗 如果您要清理您心中 过去所沉淀的垃圾 您根本不用追溯到过去 您只要清理当下这一念 当下这一念心的沉淀就够了 这就是禅的直接了当之处 禅者所谓节断重流 指的就是这个功夫 如果追溯过去 那就很难不落入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困境 念过去如此 念未来又何成不是呢 因此禅者之心 可说不念过去 而过去就在当下 不念未来而未来已来了 这是禅者之皆 宗观妙地的精彩处 必须于禅观石修中 物质不可落入戏论 禅者行茶 为什么叫做茶禅一味 因为禅者的心中没有对立 禅者升官缘起 因此在禅者的法眼中 一切人事物的存在 原来只是在一个广大的缘起之网中 彼此相互依存 彼此同体共生而已 禅者之心因此不落二边 这个不落二边的立场 就是中道 唯摩洁经用不二法门 来形容佛教的最高境界 正是同一个意思 一般人因为过度迷信标签 因而看不到这个境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禅者行茶 你马上可以发现 一切都在不二中道中运行 我的手提起茶壶的时候 手与壶不二 壶与茶不二 茶与水不二 水与火不二 火与炭不二 炭与大地不二 大地与我不二 我与客人不二 客人又与客人不二 光光相照 何分彼此 恶的双方只是标签 不二才是真实 禅者所谓茶禅不二的境界 不只是茶与禅不二 而是透过不二的法院 观一切法皆是不二 从这个地方来看茶禅才能够进一步领悟到日本的茶道为什么要强调宅述的理念 也就是划处刑查者与茶具之间的对立 乃至于观察茶具之完美或缺陷 亦无对立之可言 在这样的悟境中 我见 我执 已经彻底消融 所谓悟我一如 正是描述这个境界 也因此到了这个境界 所以禅者对于茶具 茶叶 以无所挑剔 也就不会落入一般人玩物上至的陷阱 这里有一个名词很重要 这是了解日本的茶道很关键的叫茶树旗 那个记是答字答错了 是奇怪的旗 茶树旗 Mark一下 这很重要 Grace下面麻烦你 茶饮与茶饮 喝茶与做茶不知不觉之中 是否也会发展成茶饮与茶饮呢 在EQ教学上 如何去处理成饮的问题 彼者以为 这可以从三个方向 三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 首先您必须承认 任何东西 习烟不茶 酒必成饮 喝酒 吸毒 喝茶 坐禅 无一例外 而所谓成饮 就是您所喜欢的东西 已经成为一种强迫行为 但成饮的情况 有轻有重 不可一概而论 酒饮与毒饮 它所影响的层面 可以严重地麻醉人的神经系统 使人完全失控 而茶可以醒脑 禅 重在觉知 因此 茶而成饮 禅而成饮 顶多 只是一种 惯性 与爱好而已 其成饮的程度 绝对不会使人精神失控 其次 茶之成饮 就是因为缺少禅的觉知 饮茶而成饮者 大多沉溺于茶的香气之中 一日不饮 不但浑身不舒畅 简直就像思路了什么 事实上 沉溺本身就是不觉知 沉溺本身 已经远离了残 茶饮 虽然远不及酒饮 与毒饮之严重 但喝茶 一旦沉饮 心中 已经多了一分执着 少了一分自在 就生命意境而言 毕竟还是一种障碍 再者 禅亦可成饮 这比较复杂 略可分为两点来说 第一 散入于禅者 可以从禅定中得到 献法乐助 可以从禅定中得到 生 生乐 欣喜 这种快乐 虽不同于感官的快感 却更有深度 更能持久 不上瘾才怪呢 所以佛教 讲到禅的次第 初禅 二禅 三禅 都还是在喜乐的层次上 必须向上提升到 第四禅 才能够超越喜乐的羁绊 达到不动的境界 这也就是说 四禅之前 如果一直停留在 前三禅的层次 那就很容易成立在 成瘾的阶段 第二 禅必须与般若 Prakian 终以为智慧相应 禅的本身 才有可能 跳脱出禅病 包括禅饮在内 禅而成瘾 就会心静厌宣 过度倾向于乐度散极 从而妄思 菩提心与大悲心 或有圣者图存 疾风 好为细论而已 因此 要避免茶饮 与残饮 最好依照上文所述 茶禅的六门转 禅之道 赤地成就 自可组成转化 跳脱出成瘾的危机 我们客观来讲 这个吸毒成瘾 这是很可怕的 而且是很难脱离的 因为它也是变成一种 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被控制的现象 就是所谓的强迫行为 那酒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 因为茶它不是一种高的 也很高的一种咖啡因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这问题会比较轻很多 但是咖啡有问题 我们很多喝咖啡的朋友 那种成瘾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譬如说喝咖啡的人 喝一段时间 到了下午不喝咖啡 他简直精神完全提不起来 像我们的好朋友 也到客团上来几次 像室友居士 他现在就听医生的话 他每天喝茶了 喝这个咖啡 医生说不可以超过一杯 所以这个是表示说 咖啡的成瘾现象是 比喝茶要更厉害的 这我们要注意 第二点 我觉得这里要跟同学们 特别补充的是 我们在讲茶禅的时候 茶只是一个媒介 禅才是我们的目标 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个六门转进的次第上面 我们能够全面的去了解 全面的去实修 全面的去自我观照 那么问题就会比较很轻很轻的 下面一段 在有关茶禅的研究中 杨慧南教授的茶道与禅道一文 值得特别重视 在这一篇文字中 杨教授有下面一段感慨的话 中国茶书的众树清新固然不对 禅门清规的众心清术也是一种缺憾 弥补这一缺憾的则是和禅门关系密切的日本茶师 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 而是茶的养生 不成像日本那样开展出深刻广大 而且感人的吃茶哲学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道史上的一大缺憾 这一切汉只有在辽背一格的禅门茶道中 才能稍稍弥补于万一 杨教授认为 茶道在中国的发展比较偏重于茶艺 而较少着力于茶禅 这的确是中肯之路 相对于日本 日本的茶道在历代禅宗大德的倡导下 茶禅在日本已经成为日本茶道的核心 日本的茶道强调 合以行之 敬以为之 轻以居之 吉以养之 这其实就是禅的境界 日本禅本来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但中国的禅宗祖师 虽然也把茶放在茶门的功课之中 但借用杨教授的话来说 中国禅门因为众心倾术 因而茶禅的功夫 只能行之于寺院滴水之内 且不能管传于天下 相对地 禅门之外的中国茶书 则走向众树倾心的另外一个偏锋 因此在中国的民间 茶祭与茶艺之发展 多过于茶禅 在日本茶道的发达 则是顺着心术并重的方向 造就了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的茶道文化 不但走出佛教的寺院 而融入大众的生活 同时也造就了日本及其蓬勃的茶文化产业 文化与产业结合 这是文化发展最有力的支撑 有很多人对日本茶道的进行方式 总觉得繁琐 沉闷而冗藏 这是极外人的看法 日本茶道的进行方式 实际上是日本文化性格的展现 日本文化重视形的概念 每一个人都要随着他的身份 表现出他的形 也就是你是什么身份 你就应该有什么样子 此所以形式是日本茶道的重要指数 相对的 对于一个不强调形的社会 过度重视形式 就可能成为一个负面的因素 如果台湾的茶文化工作者 有心建构当代一套世界性的茶道 并且把它推广到教育体系之内 就必须思考如何向日本茶道虚心地取经 这不是说日本的茶道是完美的 而是说在茶季与茶艺陈次上 台湾已经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与成就 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茶禅这一部分建构起来 鼻者并不认为 禅的部分一定要从日本去接这个传承 实际上台湾当前的禅心者 禅体院与禅思想已经有充分的实力 但在禅与茶的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方面 借鉴日本一定有所注意 未来的核心课题将是如何去其僵化而存其清淡 去其繁琐而存其内涵 既不拘泥于形式也不成立于享受 内而既不偏于心外而不偏于树 因此我们可以善用日本茶道仪轨的精神意运 而不必受制于它的形式主义 在这个当中如何建构一套适合于不同地区的茶道仪轨 完全决定于这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拿华人地区来讲 东晋的申瑞大师就曾经点出 情人浩简 意思就是说 华人的性格比较喜欢简单化 这的确是建构华人茶道的重要思维 日本之外还要取经于韩国 韩国的茶文化又有别于日本 例如韩国所开发的高丽五行茶礼 就是结合医学与阴阳五行之道 韩国茶道标板合镜简针 这与韩国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当代的茶文化工作者 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正在开创新世纪的茶禅礼 2005年5月 韩国陈云馆大学的朴熙俊教授 应邀来台参加客家童花祭 在石头山表演了两场茶禅礼 其中的蕴含与创意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请参阅本文附录 宝岛五月雪与韩国茶禅礼 参与朴熙俊教授一碗茶禅油感 宝岛五月雪与韩国茶禅礼 参与朴熙俊教授一碗茶禅油感 世界佛教友谊会 执行理事池济大学 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每年五月宝岛台湾就会隆重举行 一年一度的客家童花节 因为台湾中北部地区 每年五月就会到处开满了雪白色的童花 风一吹花飘如飘雪 雨一下遍地如堆雪 因此五月的童花季 又被取了一个很美的称号 叫做五月雪 因为童花盛开的地区 与台湾客家族群非常接近 因此童花与客家便连结在一起了 2005年5月7日与8日就在佛教明圣施头山台湾的中华茶连 邀请了韩日两国与台湾地区的茶艺老师们 举行了两场茶道的交流 在这两场茶会中 韩国朴熙俊教授所带领的一碗茶 残茶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在半个小时的茶礼演示中 我们看到韩国茶文化的新意境 他有活教蝉蜜互用的丰富 还有华言中十方互聚三四项集的蕴含 三四项集的蕴含 在宝岛客家童花节的各项节目中 一碗茶 残茶展现了画龙点睛的精彩 茶礼一开始 以笛子为主的韩国禅乐 轻轻响起 朴教授一身禅行者的打扮 踏着朝圣者般的脚步 缓缓走进会场 虽然在禅的旅途上 这位禅行者只有三衣一波 却不妨就地取材 顺手粘起会场边的白色铜花 晃进竹篮里 一方面踏着四方站七星步的节奏 舞动宇宙 一方面洒向十方供养诸佛 他走到方形会场的中央 诚心招请过去佛 现在佛与未来佛 于是三位来自釜山地区的 你姓查理教授 化身为三世火从舞台的后方 一位接着一位走进会场 禅行者仍然端坐在舞台中央 继续他的齐情 经过一个兵主交换的桥段 三个查理教授分别坐在三个方位 而禅行者隐身幕后 一个方形的查曼陀罗于是行程 这个时候三位查禅里的女教授 即是查供养的禅行者的化身 又是受供养的三世佛的化身 在这里你看到了生活不恶 他们以不同的手印 足以展现不同的佛菩萨的降临 有毕如珍娜佛的手印 也有准提佛母的手印 手印的变化代表了查供养者 行查时的层层转化 也代表了受供养佛菩萨的应激视线 在这里你看到能所不恶 同体成就 巧合的是当天有四位来宾 他们分别来自纽西兰洛杉矶等地 正好代表了南北半球与东西半球 在查禅里的过程中 朴教授邀请他们进入查曼陀罗 随缘受用韩国查清淡方醇的茶香 这象征着石头山上这一席查曼陀罗 是地球的轴心 也是法界的缩影 在茶禅里的后段 当尚未查理教授完成了茶的供养与品茶之后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在佛教试验中 经常看到的一个景象 那就是查行者 用一点水倒进茶碗里 摇了一摇再慢慢地喝下去 这是西服 山师佛的化身在茶供养圆满之后 逐一步出舞台 禅心者又回到舞台的中央 收拾其他的一波 继续禅者的旅程 禅月环绕于石头山的铜花林中 绝而不绝 韩国佛教有三大四 分别代表了佛法身三宝 此集通渡式 海运式与松广式 其中号称为火爆叉的通渡式 位移辅山北郊 笔者呈五度参返通渡式 发现它有两大重要特色 一是整个寺院以金刚戒坛为中心 而在这个戒坛中 你看不到任何金柱铜雕 木窟 木科 尼朔的佛像 只看到一座造型特殊的设立塔 传说这个石塔中 供奉了佛陀的真身设立 二是试验中的弥陀殿前 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石坡 比人还高 传说这个大石坡 就是当初佛陀成道时 地是天所供养的那个石坡 这个石坡后来从印度飞到了韩国的通渡式 准备等将来 弥勒菩萨成佛时再来接这个石坡 所以这个石坡代表了三世诸国 绵延不断的传承 传说的真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传说所表达的内涵以意境 通渡式的两大传说表达出 韩国佛教对于传承的重视 那个下面一段劳驾 那个贵士菩萨 朴熙俊教授告诉彼此 一碗残茶的原始创意 就是来自通渡式大石坡的启示 简单的一碗茶 有残有密 有传承的坚持 还有华言的庙地 朴教授说 一碗残茶的另外一个蕴含 就是华言中所谓世界一花的法界观 表面上看 一朵花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存有 但深入去看 花是由飞花所组成的 没有云云广大的飞花因缘 就不可能有任何一朵花的呈现 所以一朵花 一片云 一滴水 在这都是宇宙广大元起的 因缘惠育 一碗残茶所要体现的正是华言中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的生意 彼此以为茶之所以为茶 茶之所以为道 是因为它可以开展出三个更深的内涵 这就是觉知 转化 与自在 为什么东西方都在喝茶 而中国有茶禅 韩国有茶礼 日本有茶道 但西方的茶文化 却没有发展出这些形而上的意境来 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东方有茶的文化 庄子说 既进于意 意进于道 泡茶的技术 只是一种方法 由技术而进到艺术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但艺术的上面 还有一个层次 就是道 道才是根本 道才是轴心 缺少了道 既 与意 都不免于俗 时下所谓茶意 事实上离茶禅 茶里 茶道 三者 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这一次 石头山的 铜花茶会中 彼此特别感恩 蒲 蒲教授 朴教授 揭股开心的创意 也感恩三位韩国 茶里教授的 卓越演示 他们三位是 江玉基教授 江明子教授 以及 金周勇教授 感恩中华茶年 同时 也感恩恩中华茶年 同时 也感恩台湾的茶行者 彭宝法 宝歌 促成了这一段 国际茶文化交流的因缘 谱愿一切有缘缘 因茶而逛节茶缘 人缘与佛缘 不但以茶会友 还要以茶入禅 以茶同友 茶曼陀罗 以茶同正华言 一真华戒 阿弥陀佛 2005年6月24日 翔周写于海东华言首刹 胡十世 非常谢谢 那个Grace菩萨 还有那个慧玲菩萨 今天呢 我觉得这几段文字呢 他传递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茶禅的 一个深度的讯息 很感谢 也非常感谢我们 修卑菩萨 他这个诗庆的这个境界 不得了 已经是在每一个庆生当中 都传递了开悟的讯息 这个非常感谢 也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 直接的 不曲折的 来接受这个庆的 这个庄园的这个讯息 我们一起来回乡 回向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藏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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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